Dance & 劉絲 好 歡迎大家回來我的新單元 新企劃 就是說說你的版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羽龐 大家好 我是羽龐 平常是玩dancing 居多 我玩版本齡大概兩年了 之前前一年都是在玩dancing 所以都是玩四十六吋的長版 然後後來這第二年開始 才慢慢接觸到 freestyle 的部份 平常在哪裡出沒呢? 我平常就是在關山河濱公園出沒 關山河濱公園就是傳說中的六號水門 它是否個地方啦 那如果你Google的話呢 你就要Google關山河濱公園 就是不要Google錯 六號水門進去左轉 好的 那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哪一張版呢? Posmo Ultra 這個牌子我沒有看過 第一次看 這一張它是來自於韓國的品牌 它的長度本身是大概42吋 寬度大概是9.5吋左右 它的輪距有大概1234個位置 對 24到27 輪駕它就是Caliber二代 不行的話我則是用那個Nipple的Soft 它的角度大概就是44度 Hanker的大概它是184mm 那你的輪子是 輪子是 Morgan 60mm 20mm 對對對 然後是最硬的印竹嗎? 最硬的 但是它是最硬的 對 因為它最硬的是紅色的 哦 然後 它其他顏色 中間的還有一個是藍色 對 然後最軟的是綠色的 對對 輪合顏色 對 沒關係我會再把那個硬度 key在這裡好不好 對 硬度 key在這邊 你的砂紙為什麼是選擇這樣的貼法呢? 因為它原本的砂紙 它是整片 然後它這邊會有幾個 應該算是雷射雕刻的字 就是會寫 Cosmo 然後它整個板子全部都是 是因為我還是會喜歡 我著重在Dancing的部分比較多 對 所以我會把 這邊 把它拿掉 中間拿掉 然後我選擇在旁邊貼沙子 它這個版型蠻特別的 對 它的concave的部分 還蠻深的 很深 輪距的部分 對 因為你是選最寬輪距嘛 是因為 所以我一開始 欸 看到有沒有看到這顆洞 對 因為這一顆洞 因為剛開始以為應該要放這一顆洞 然後發現 它的這個 tail的部分太長了 太多了就對了 太多了 然後導致於我要做Festile的時候 那個太輕一踩下去就掉下去了 我就很容易會跌倒 對 所以我才會 再往後一格試 但是試了之後發現 欸 好像又太靈敏了 我又不習慣 所以我又到最寬的位置 你所謂的太靈敏是滑起來的感覺 還是做招的感覺 它做招的感覺 當你在踩的時候 那打到點 那個感覺 或者是說 我沒踩好 不小心踩到這個位置 它翻船的機率也比較高 那你這個輪架呢 是剛剛有說到嘛 是44度 看一下你對於 44度跟50度啊 有沒有什麼比較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輪架其實都有 蠻適合的東西 對 比如說 我用過Paris的 Paris的它的原廠 原廠它就是配追撞的 那追撞的 用起來感覺是因為它回彈性 太慢了 它會直接就掉下去 對 所以我 就後來就是 會考慮就是會換成柱狀的 對 那是這個Bush Bush的柱狀的 Rowside這一顆 對 那其實Caliber的原廠 它也是追撞的89A 黑色的 嗯 試過之後 呃 回彈性 我也沒有很喜歡 追撞的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回彈性 對 因為它是尖尖的 所以它那個力量下去的時候 你超過它的角度 它就是沒有了 會選擇柱狀是因為它回彈性夠 那在我做Dancing的部分是會 可以很快的彈回來之後 我可以接這個板子 變得是我不是用重量去壓一個Carving的東西 而是用它的 利用它步行的回彈 跟身體的重量去 慢慢的去壓出來 所以它的Caliber的好處就是說 它壓出來的S 是比較油的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講法 我覺得比較油啦 可是我覺得比較油 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Caliber它是直角的 這個T 它是直的 這個T 你說這邊嗎 這個T它是直的 喔 所以你說這個Hanger的設計 的角度對不對 對 就是這一個點 跟到這邊 然後跟到這兩個輪子 對 我也有用過Blaid Top Blaid Top也是跟這個一樣的設計 就是都是90度的 對 玩起來的感覺我會覺得 兩個很接近 我會抓到一個 因為沒有很多錢 可以買到兩支Blaid Top 所以你之前那個Blaid Top是 我是玩在走版用的 喔就是另外一張就對了 對 另外一張 另外一張我是 因為我那張是偏走版居多 Blaid Top我覺得走版滿舒服的 對 我會用在它Dancing的部分 對 Caliber算是入門輪架裡面最重的 對 Caliber Paris Bear 以前台灣剛開始玩的時候 就是入門三輪架 對 那Caliber是算比較重 對 那你這個輪子就是配硬邦邦的 硬邦邦的 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很少在接滑 基本上我不怎麼接滑 對 但如果我接滑 我還是會換回我的 46吋的 對 那因為 46吋的什麼 46吋的板子 喔板子 我想說 這個輪子要46吋嗎 超大顆 但是因為現在是玩Feed Style的比較多 所以會換成60mm的硬輪 Feed Style玩硬輪 我覺得是 我喜歡聽到Cat的一聲音 可是它對你彈板子沒有什麼差對不對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每次在踢招的時候 軟輪啊 它彈到地上的時候 它會彈的比較高 如果我輪子接觸到地面上 它是彈的比較高 你要接板的時候 對 但是我反而有時候我會接不到板 所以我才會選擇硬輪 其實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輪子的話 它Freestyle是不是要選硬一點的輪子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 不覺得Freestyle輪子有差 對 所以我才每次如果是比較偏助Freestyle的人 我都會問一下說 那你是不是有特別 所以應該每個Freestyle就是硬輪嘛 對 偏硬 因為每一張板其實都有 每個人自己個人的喜好設定 Menu的時候 我覺得它比較好做 真的假的 可是你的補習很軟耶 可以啊 只是要去習慣 練板 就是要去習慣而已 就是要想辦法習慣它 對 會比較建議它的這個地方 稍微要寬一點 對阿 會比較好踩 如果說它的板尾是窄的 的話 你會踩的 那個腳很大 然後你在踩 你會 那個位置是有時候 是你要去抓比較多 那這個是你直覺一踩 就是這個位置 而且窄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剛剛提到嘛 腳長比較大嘛 所以有時候你踩位的時候 對你踩是對的 但是你有可能是踩到板側 因為它已經沒有肉了 對 已經沒有身可以讓你踩 對 所以變成往往說 沒有辦法像這個整個腳掌下去貼 下去實力 對 會感覺會差一點 會有差 會有差 然後這個位置的部分阿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還蠻好的部分 它有這個翹起來的這個部分 對 Rocker的部分 Rocker的部分就是在於我們在做招的時候 我們腳擺放的時候 你會有感受到這個邊邊 你的位置就是你可能一踩到 喔 位置對了 然後位置就對了 那如果是平的 你可能會踩就是你要再一直移 可能一直移 可能會不知道移到哪邊去 然後平一塊又沒有抓腳的話 對 就掉下去 到你的Feed style你跳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是平的你就會 會滑掉 或者是走板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跳 走板它會平的 所以它板子會變成是斜的 對 然後你的腳就會滑出去 對對對 就比較容易會滑 如果尤其是玩很軟的不循的人 就是 你腳都會滑出去 對 那這個的話它踩下去 踩下去的時候它還是平的 對 所以我覺得它踩起來是 還不錯 就算是你沒有像 比方這樣貼沙子的話 其實這一類的版型 都還是會比較抓獎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東西 剛剛好像沒有講到材質對不對 對 材質的部分 材質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 它是有上下兩層 黃木 然後上中間 這邊再夾 那個波纖 波纖 然後中間再是竹子 對 因為它這個整張玩起來 應該算是硬的 比較偏 比較偏硬一點的版 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 就是你在看這張版的時候 當初在選的時候 它有沒有 你有沒有對它有一些什麼特別的期望 那你真的入手它之後 它有沒有達到你的期望 或是超越你的期望 因為這張版是從韓國官網他們直接訂購的 所以我看到就只有圖片 也剛好是要找的版型 是這種版型的 是因為看了我的影片的時候 一定想找這種全能版 沒有 沒有嗎 是因為我 我知道要怎麼挑版型 覺得說 因為我想要玩FreeStyle 但是因為我知道FreeStyle一定會摔 摔摔摔摔摔 摔 所以我想要先找的是 基本入門款的品牌 可以摔不心痛 那時候我有買過他們的 這個比較窄的版型 所以你是已經有買過了嗎 適合存的 就是已經有試過他們的材質 他們的設計 對 但它這一代是因為 它其實是有在加了波線 它的上一代是沒有加波線 它的所有的玩法 是讓我覺得蠻壓力 是更好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如果你們就是有看到我這邊 Key一張它官網的圖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看那張圖 你根本不知道這邊的Rocker 居然有這麼神 對 對 它其實我覺得跟Tesla有的拼 對 我覺得有到那麼神 其實真的看圖片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你可能是 就像是收到禮物的停息一樣 你永遠都不知道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蠻意外的是這張超乎我的想像 就是它在做任何招 或者是說它在Dancing的部分 是讓我蠻訝異的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今天想要請你推薦這張版 給一位玩家的話 你會推薦給哪一類的玩家呢 我會推薦給Freestyle的玩家 Freestyle的嗎 對 它即使是比較長 但是Freestyle還OK是不是 對 它Freestyle很好做 因為它的這個地方 對 真的是還蠻好做的 就是它踩下去很輕 因為它其實42吋的長度 已經有點到Freestyle的頂了 對 對嗎 因為一般來講 Freestyle大家推的 都是38 39 對不對 大概是這個長度 可是這張42 42吋 但是它這個地方 它其實還蠻俏的 它是真的蠻俏的 然後這個又長 對 這個地方又長 所以在踩做Freestyle的部分 其實是它還蠻輕的 就是踩下去你會覺得 好輕喔 對 就是反應比較快 反應比較快 因為它反應真的很快 因為我剛開始 因為我之前買的其實都是算短點的 所以當踩下去 其實我覺得很吃力 可是這張是我輕輕踩一下 它就彈起來 對對對 它會彈的非常的好 對 所以你會推薦給 Freestyle 想要Freestyle的玩家 也可以玩點Dancing 因為它如果照你這樣分享的話 它等於是 它是一張新的版 極度的 就是已經到最長的Freestyle版 所以它在走版方面來講 應該也會比38 39的還要高分一點 對 因為它空間也更長 而且它 蠻寬的 它其實這張版 它真的是蠻 9.5吋 它其實真的蠻寬的 所以在做Dancing其實是 腳的位置是也蠻好放的 真的 那我問一下 這張版 請問台灣買得到嗎 這張版 台灣買不到 台灣買不到是不是 好 收工囉 不要這樣 對啊 講那麼多 大家看了那麼久 只有台灣買不到 是怎麼回事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是怎麼入手的 這張要去韓國 它們這個Cosmo的官網 官網 自己去就是訂閱 自己去訂購 訂購 那訂購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要跟我們分享 譬如說有什麼難度 因為它都寫韓文 韓文字 我都看過 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它有一個是韓國網站 一個是國際官網 那通常一般我們 外國人都是會去國際官網 去訂購 所以都是英文 都是英文 英文應該 連我英文都不好 都可以買成這樣 對對對 你可以按右鍵翻譯成中文 對 就是還可以 對 所以去官網訂 然後 它大概 運費的話怎麼算呢 其實 官網它是跟我們講說 因為它上面 你會有 寄件的地址 你點到台灣 所以它下面的那個 就是金額的部分 下面會多了一個 25塊 US dollars 官方是說 這是稅廳 所以 其實等於說是 美允費 的意思 那它這樣子大概 從訂購到 到你手上大概花多久時間 很快 一個禮拜 這麼快 對 這樣算快 一個禮拜 還蠻快的話 就是我也蠻嚇到 他們 寄過來的速度 還蠻快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宇龐呢 來我這邊分享他的心得 對 如果你看了 就是我的影片之後呢 你對你自己的板子 也非常的有心得 想法的話呢 想要在我這邊 跟大家分享的話 好 那也非常歡迎你 寄信到這邊來 對 我的email 然後我下方說明欄也會有 今天我們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別忘了幫我們分享 按個讚喔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